各位好,我是王中龍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3DS版勇者鬥惡龍11代 季球往日時光的實況錄影 在上一次的實況中 我們見到了城裡面的女王 結果發現她其實還是魔女假扮的 因為學者在封印的時候 作文念到一半卡住 所以封印就失敗了 但是女王最後還是從魔女禁書中解放出來 並且也因為她跟魔女有詳談過 覺得魔女其實是個好人吧 所以最後選擇原諒了魔女 得到了藍寶珠之後 目前我的寶珠的數量已經變成了6顆 也就是全部收集到了 接下來就是要去始祖森林了 那我們就出發吧 不是卡米歐嗎? 你在這種地方做什麼? 不用管我了吧 倒是你們拿到了藍寶珠了嗎? 當然了 這全部都是我的功勞 因為我揭露了魔女的真面目 感謝我啊 馬蒂娜就說了 羅 羅爺 你有什麼在意的地方嗎? 我只是 心裡有一件事情在想而已 覺得去慫恿魔女的那個男的到底是什麼人 跟英雄古雷擁有同樣罪子的人 的確是令人在意呢 那個人會是烏諾嘎嗎? 這個是謝娜說的 羅就回應了 我不知道 但是就算煩惱也無際於事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前往大樹尋求真相 聽清楚了 縱容 我們的旅程還沒有結束 出發吧 向生命大樹前進 誒 這什麼 調出了一本書 啊不行 不可以看 我很驚訝 謝娜就說了 哎呀 羅爺 原來您在古代圖書館 很用心在看的書 就是這本書啊 馬蒂娜就說了 羅爺 你在旅途中 收集這種東西的習慣 原來還沒有戒掉 西比亞就說了 哎呦好髒喔 羅爺 小羅這樣子 比羅尼卡就繼續說了 哎老爺爺 看你說的那麼帥 結果都破壞氣氛了嗎 白費了 等我一下 不是的 這是 呵 這是 是 得到了新的稱號 解除魔力詛咒的人 好吧 看來羅 喜歡收集一些情色的書 或者該說是仰眼書籍吧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要往 東去 前往 始祖森林了 冰凸陰 把馬蒂娜換下來好了 換成卡妙 換成卡妙 雪寶跟雪凸陰 冰凸陰 ice condom 哎呀 才要撿的時候 居然又遇到敵人 四隻的 魔法 熔熔鴨 比羅尼卡使用雞拉 幹掉了兩隻熔熔鴨 解決了這場戰鬥 謝納升到45級 學會了 喔 加強版的復活魔法 好 看一下好了 謝納是七點 那就可以學這一招了 二刀心得 這樣子謝納就可以拿兩種武器了 不過要拿兩種武器 其實對我來說 槍跟 杖 嗯 好 禁食 這個是 三隻的冰柱史萊姆 還有一隻 十人 十人妖 只剩一隻冰柱史萊姆了 貝羅尼卡發出美拉米 幹掉了最後一隻冰柱史萊姆 解決了這場戰鬥 得到1320點經驗值 嗯 這裡有什麼特殊的地形 這個就是之前提到的冰壺嗎 裡面好像有一隻龍 中龍 出現了兩隻十人妖 卡密爾使用雙重 切割 貝羅尼卡史萊姆 瑪夏多 214 200滴血 中龍發出一擊幹掉一隻十人妖 嗯 最後全部解決 一會兒就解決兩隻十人妖 還不錯 生氣的 生氣的什麼 Tattoo 魂生 刺青 刺青 那是幹什麼用的 憤怒刺青 攻擊力會增加吧 好像還好 嗯 這一隻看起來像是龍的敵人 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好吧 繼續往下走吧 伊羅尼卡使用梅拉幹掉了冰柱史萊姆 我在使用全身全靈掌幹掉了十人妖 結束這場戰鬥 748點經驗值 伊羅尼卡說 中龍 我們總算收集到 全部六顆寶珠了 把六顆寶珠全部收集到了 快點 將六顆寶珠 供奉到十祖森林中的祭壇 打開前往生命大樹的道路吧 十祖森林 就是要穿過 向東穿越 西格斯比亞 雪原 然後就會到了 羅說 我聽說 西格斯比亞 雪原因為太冷了 所以呢 當地人 在出去打獵之外 幾乎都不會過去 西格斯比亞說 因為太冷 然後就一直不動的話 身體就會開始發抖起來 對了中龍 要不要跟我一起來 做噴火的雜耍 這樣可以讓身體稍微暖和 然後 西拿說 中龍 你沒有事吧 非常冷呢 不過 因為我的故鄉 是在 標高很高的山上 所以這點 這點冷度 對我來說 是 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 對於不習慣的人來說 或許會覺得很難受吧 沒有說 你要小心北國的寒冷喔 如果 有些旅客 因為太小看這個地方的寒冷 所以就凍死在雪原中 所以不管想 再怎麼樣想睡 都不可以睡下去 一旦大意 就會直接 死掉 大概就是這樣 馬蒂娜說 這片雪原 嗯 標高比 克雷莫蘭地方 更高 所以就更冷了 而附近又沒有什麼可以休息的地方 所以如果對體力不放心的話 就先回克雷莫蘭王國也是可以的吧 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兩隻十人妖 卡蜜使用雙重切割 中龍使用全身全靈斬 幹掉了一隻十人妖 貝隆尼卡使用馬夏爾多 如果再攻擊 好 幹掉神妖 得到了924點經驗值 又是一座山 這就是 泽安達山了吧 兩隻紅色 Stycron 紅色的龍捲蜂嗎 這麼簡單就幹掉了 血這麼少 五百七十六點經驗值 有一個洞跟往上爬的繩索 要先怎麼走呢 貝隆尼卡說 接下來要去的地方 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不知道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跟你說 爬上了這座吉蘭達山之後呢 沒有什麼 就等你到了再說吧 馬蒂娜說 雖然克雷默然也是個寒冷的國度 不過 這裡又更冷的感覺 嗯 感覺好像越來越高了 謝娜說 攀躍這座吉蘭達山 馬上就可以到始祖森林了 好期待呢 卡米歐說 馬上就要到始祖森林了 我們辛苦收集了 收集到的六顆寶珠 終於就要 供奉上去 喜比亞說 剛才我抬頭往上一看 哇,覺得大樹好大 我們也快要到達世界的中心地點了吧 中樓,你可不要大意 要打起精神 往前進 羅說 在跟魔女交戰時 真的是很辛苦呢 不過順利的拿到藍寶珠 就讓人放心了 結果是好的 結果是好的 那就一切都 都好了 結果好就好了 這裡看起來 洞裡面也是要一直往上爬的感覺 下達路口 幹掉了殺人艙 全身全靈斬 幹掉了灰洞的石像 可以坐上殺人艙 可以坐上殺人艙 這看起來就是要撿材料的 薩托利獸 霧道巢 要殺一下盾霧巢 一次全部幹掉嗎 先幹掉了兩隻紅色的暴風 紅色龍捲風 然後幹掉了殺人艙 啊,爬不上去 要用人的狀態才能爬上去 蝴蝶翅膀 沒什麼重要的 三隻紅色龍捲風 卡米歐的光雨 一下子幹掉了三隻紅色龍捲風 得到了風的帽子 好 這叫龍捲風上鉤拳嗎 Cycron或者叫颶風吧 往上爬 這會掉下去嗎 不會 再往上爬 一隻會動的石像 一隻紅色的颶風 渾身斬 幹掉了會動的石像 結束這場戰鬥 得到1034點經驗值 兩隻會動的石像 兩隻會動的石像 而且是不同的小隊 小隊 好多 不錯 我解決的蠻迅速的 這好像是一道光 所以這道光的感覺 也就是說 因為生命大樹的樹印太過廣闊了 所以造住了這座山 然後會有光從樹印間穿透出來 才會有這樣子的畫面 感覺還蠻浪漫的 雙重切割 再一抓 幹掉了殺人艙 話說回來 我是不是應該要先回一開始的地方 然後再往上爬爬看 太好了 可以做 就是在等這個 小徽章 兩隻殺人艙 這段一卡小瑪夏多 幹掉了一隻 幹掉了兩隻 好 好像可以從上面直接滑下來 隨便收集吧 我已經有幾隻了 好像看不到 算了 三隻殺人艙 而且偷襲我 可惡 一次可以行動兩下 被龍尼卡小瑪夏多 被龍尼卡小瑪夏多 幹掉了一隻兩隻 三隻 三隻全部幹掉 得到了一千三十八點經驗值 三隻殺人艙 喔!就這樣穿過來 不行 還有地方沒有走 去死吧! 麻夏多 把卡沒有換下來 已經沒有MP了 這樣子攻擊的效率不太好 換成 馬蒂娜吧 兩隻紅色颶風 使用亂刺 幹掉了一隻 再幹掉一隻 這紅色颶風真的蠻露的 去死吧 去死吧 馬夏多 幹掉了 六百九十二點經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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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爬啊 早知道這樣子就先來拿了 三隻 幹掉一隻殺人艙 滾山斬 再幹掉一隻殺人艙 六百九十二點經驗值 六百九十二點經驗值 三隻會動的十項 馬蒂娜 馬蒂娜使用真空梯 一般尼卡使用馬夏多 幹掉了兩隻會動的十項 最後我再用渾身掌 幹掉最後一隻十項 得到了二千二百三十八點經驗值 還蠻高的 兩隻殺人艙 斷刺 幹掉了一隻 再打一下 一百八滴血 幹掉了第二隻 得到了六百九十二點經驗值 好吧可以離開這裡囉 又是兩隻殺人艙 使用馬夏多 一次幹掉兩隻 很好 這樣子就來到這個地方了 嗯 這裡是哪裡呢 拉姆達吧 好像拉姆達 對聖地拉姆達 感覺氣氛跟之前 所到過的地方都不一樣 穿越了險峻的山路之後 居然有這樣子 這麼具有神秘感的地方 呵呵 馬蒂娜 你把我的故鄉 說的這樣子好像很神秘似的 讓我覺得好害羞 讓我覺得好不好意思 蛤?故鄉? 所以 是的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兩姐妹的故鄉 是與生命大叔一起守望著世界的神域之禮 聖地拉姆達 雖然是個安靜過頭相當無聊的地方 不過 來到這裡 就讓人內心感覺到很 沉浸下來 就讓人內心沉浸下來 七彩樹枝 讓我們看到了那個 供奉寶珠的祭壇 就是穿越這座村裡之後 後面的那個 十祖森林的山頂上 我們現在這裡先 恢復一下疲勞吧 如果知道勇者來了 大家一定都會很開心的 謝謝 這是謝娜說的 這是謝娜說的 掌管著全世界生命的生命大術啊 今天我們拉姆達 又出生了一個新的生命 過去 因為 葉子老朽而掉落的生命 如今 又發出了 新的葉片的芽 他將會度過不一樣的一生吧 我們的母親 生命大術啊 還請您 祝福 聖地拉姆達這個 才剛萌芽的葉片吧 嗯? 哦 是雙弦姐妹 佩洛妮卡還有謝娜 那 你們什麼時候在這裡的 張老 好久不見了 各位也都沒有 也都還是安然無恙 真的是讓人感到高興 嗯?佩洛妮卡 一陣子沒有見到你 怎麼身高好像縮水了 哈哈 嗯 這有很多原因啦 老師你聽我說 你看 我們已經遵照了 叫什麼? 神域 發現了勇者了 哎呀 是勇者嗎? 哎呀 哦 在為嬰兒祝福的這個洗禮的日子 居然有勇者蒞臨 今天真是值得慶賀的日子啊 我是聖地拉姆達的長老 法納多 能夠 我已經等待您好幾年了 我已經在這裡等待您好幾年 可以這樣子見面了 長老 我們在旅行世界的過程中 呃 掌握到了一個消息 就是 有邪惡的分子 要 找 要勇者的性命 原來如此 那麼 那個叫做 烏諾嘎的人 就是變成了 迪卡達王國的某個人 然後 要置勇者於死地 是嗎? 謝娜說 我們為了打倒烏諾嘎 然後 破除黑暗的力量 而必須要 前往生命大樹 去尋找 沉睡在生命大樹中的 那個可以破除黑暗力量 打倒烏諾嘎的什麼東西 的某種東西 聽說只要 到始祖森林的山頂上 將六顆寶珠 供奉到祭壇上 就可以前往生命大樹 這是佩洛妮卡說的 長老說 他說 我曾經夢見 佩洛妮卡還有謝娜 你們兩個人陪伴著勇者一起 爬上 通天的高山 前往生命大樹 那一個夢 那一個夢 一定就是大樹的神域 所以才 派你們兩個人 到勇者的身邊 賭金一切都證實了 都清楚了 那一場夢 就代表著勇者 前往了始祖森林山頂上的祭壇 通往始祖森林的道路 就在前面的大聖堂裡面 我在大聖堂等你們 如果你們收集到 所有的六顆寶珠 就到我那裡來吧 我已經收集到了 雙嫌姐妹是 我跟謝娜出生的時候 長老幫我們取的外號 長老看出我們生來就有著很厲害的皺紋的才能 然後我和謝娜只要兩個人通力合作 就可以發揮出能夠與賢者匹敵的實力 也就是說我們兩個人就是一個人 在出發旅行之前 常常有人跟我們說 往後不管遇到什麼時候 都要兩個人一起通力合作 西比亞說 我第一次來到聖地 看起來似乎這裡都沒有什麼娛樂的樣子 大家不會覺得無謠嗎? 謝娜說 在聖地拉姆達 有新的生命誕生時 就會向生命大樹表達感謝之意 然後請大樹賜福於孩子 這個儀式我從小就看過了好幾次 只要有新的生命啊 新的生命還真的是 令人素然其境 在馬蒂娜說 在廣場上的夫妻 真的是看起來很耀眼 十六年前當中榮女還是嬰兒的時候 亞溫 阿溫吧 阿溫還有愛蓮諾阿 我讓我想起的看到這嬰兒 還有這對夫婦 就讓我想起的 中榮女還是嬰兒的時候 你的父母親那樣那個時候的樣子 我想要快點打倒烏諾嘎 讓那樣子的家族 可以不用再 可以再也不用擔心受怕 然後過著安心的過活 穿越這座村里到達始祖森林 就可以開通前往生命大樹的道路 啊 這 我們可真是走了一條很長的旅程呢 這個是啰嗦的 但是當我們到達生命大樹時 中榮你的真正的旅程才要開始 但是我有這種感覺 卡蜜說 穿越了大聖堂裡面的門 我們就可以到達生命大樹了 中榮 加把勁繼續往下走吧 真是嬰兒 沒想到 勇者會在 為我們的孩子 祝福我們孩子的洗禮日當天 蒞臨 這孩子真的是很幸福呢 我 我很早之前就結婚了 不過一直 沒有孩子 老實說 我原本已經放棄孩子了 放棄生孩子 不過 前幾天 我期待已久的孩子 終於出生了 真是太高興了 我好高興啊 聽說 龍者您的故鄉 還有國家 揚育您的故鄉 還有您出生的國家 全部都已經毀於一旦了 真的是太令人痛心了 等您旅行結束之後 如果沒有地方住的話 還請住在我們這個村裡 大家一定都會覺得高興的 道具店有賣什麼東西呢 喪屍殺手 這好像賣的跟下面差不多 都不會有封魔杖 六千塊錢 魔法帽 光的耳環 這個道具店也兼賣武器防具 把封魔杖交給謝娜好了 可以 可以 好 就這樣子吧 當道具使用應該具有 封魔杖魔法的效果吧 嗯 果然沒錯 龍者 我已經聽說了 您正在旅行 為的是前往生命大樹是嗎 穿越 這座聖地拉姆達 那裡有個神秘的地方 就是始祖森林 然後 穿越始祖森林 就應該可以就近 看到生命大樹 被羅尼卡和謝娜 據說如果 是 是何為 靈魂何為一 並且出生在 一個身體 據說就是賢者 這句話應該如果 講得白話一點就是 如果他們兩個人的靈魂 是 共生 出生在一個身體的話 據說早就是賢者 大概是據說是這麼說 不過因為是生成了雙胞胎 所以他們分別擁有著 兩種不同賢者的資質 所以呢長老說他們既然 這對姊妹既然會生為雙胞胎 應該是具有某種意義吧 就派他們兩個一起出去旅行了 這座村裡是某個位賢者的出生地 賢者 他教了村裡的人魔法 並且 還歌頌了 歌頌了什麼 據說他以肅情歌頌了愛情 流傳在這座村裡的神話 幾乎都是那位賢者 所流傳下來的 不對 不是他那位賢者所流傳下來的 而是在 傳送那位賢者的 瞧望著夜晚的星空 會有一顆特別明亮 而且紅色的星星 你也知道嗎 那顆星星就是勇者的星 自古以來 我們就把那顆星星當作是勇者的象徵 然後崇拜 是一顆神聖的星星 我的年紀和法納多長老一樣 已經看過了 已經親眼我已經親眼看到過好幾次洗禮儀式了 接受洗禮儀式的孩子 就是聖地拉姆達的孩子 在這座村裡的人 幾乎都像是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孫子那樣子 這座村裡簡單說就像是蘇人就像是一家人一樣吧 前面禁止進入 看來沒有辦法 好吧 長老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要是將有將發生巨大的急躁時 他就會在睡覺的時候得到生命大樹的神域 勇者誕生這件事情其實長老也早已夢見到了 這裡面就是華納多長老的家 長老曾已經跟我吩咐過 如果是勇者就請他隨便進去吧 年輕人有沒有生病啊 每天健康平安的生活 對人生來說就是無比的幸福了 你看起來就很健康 如果你要去十祖森林的話 就告訴我一聲吧 我有件事情要拜託你 旅館 這種地方居然有旅館 瘟者手上的神聖的文章 就是連接著生命大樹與勇者 牵连圣命大树勇者的唯一的牵绊 据说是这样 当到达圣命大树的中心点的时候 相信你手上的文章 一定会为您指导您新的启示才对 这座村里流传着许多的神话还有传说 其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就是 关于远古的勇者的故事 在村里面的大圣堂中 刻画着描写远古勇者传说的神圣的壁画吗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我就觉得有一天勇者会来到的 来来 请进吧 文者 您如果入住的话 这间旅馆将会成为传说中的旅馆 一直流传到后世吧 虽然我过去看过了无数次洗礼仪式 但是看到生命大树的生命受到祝福 还真真是令人感动呢 勇者据说是大树的圣子 相信您也是受到生命大树祝福 而诞生在这个世上的吧 在这种没有什么地方 没有什么人会来的地方 居然会有旅馆 感觉不会 感觉像是会赔本经营 好吧 就这样 先 住个一晚 让这间旅馆能够成为 有勇者居住过的 住宿过的传说的旅馆吧 不管是植物还是人 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养育 如果能一开始就 好好的 灌注爱情的话 就是投注爱情 那 养出来的就会是 不管任何环境 遇到任何环境 都不会屈服的坚强的孩子 勇者 你也是 有着相当坚定 的眼神 虽然我听说 您出生的国家 还有养育的村子 都已经毁于淡了 但是相信你一定是 受到众人的关爱而成长的吧 两个宝箱 魔力种子 星空 信仰 信仰的种子 欢迎来到世界上最接近生命大树的地方 圣地拉姆达 我们常年以来 都一直在传颂着神话 然后守望着生命大树 还请您 跟大家多说出话吧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讯息了吗 这里面就只是一座小森林而已 是个充满的绿衣让人可以静下心来的地方 对了 比罗尼卡还有谢娜 小时候也常常到这后面的森林玩 进净森林 我因为生病 医生跟我 我的 我有生病了 医生说 我这个病已经治不好了 或许治不好了 不过 我觉得 我的爷爷之前有跟我说过一种传说中的希望花 有一种花叫希望花 当这种花开花的时候 那就可以实现任何的愿望 如果你要去始祖森林的话 可以再来找我吗 我有事情想要拜托大哥哥 这就是晋级生理 好像没有其他事 真的有勇者能够亲眼见到 真的真的好高兴哦 勇者你真的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盯着你的脸一看 我就感觉到那像太阳一样温暖 这间房子是双贤姐妹 比罗尼卡还有谢娜 成长的家庭 他们的双亲 要是知道勇者立临了 一定也会很高兴的吧 好吧 那就进来看看吧 宝箱 先开宝箱再说 小徽章 有到了新的称号 赢 赢的 赢的小徽章 收集者吗 我已经收到了五十枚了 我会找到这两姐妹的什么秘密呢 叫做圣地的导览 圣地的开创 的创始 很久很久以前 当邪神出现在这世上时 有一位勇者挺身而出 这座圣地拉姆达的村 叫做圣地拉姆达的村里 就是为了从后 从旁支援勇者他们的旅程 而聚集的民众 所建立的 于是 圣地拉姆达的祖先 为了不忘勇者拯救世界的恩情 而将他的传说 永远地流传下来 神域之礼 圣地拉姆达 这个名称 就代表着 对勇者的 无尽的感谢之意 信仰种子 祈祷卡 梦的血脉 一本相当古老的书 据说数百年一次 会有人在出生时拥有着 做预知梦的力量 圣地拉姆达中 所谓的做梦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将会梦到 稍微 稍微未来一点 所 的时间 所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预知梦 这种预知梦的力量 据说 在这数百年的时间内 曾经引导过 并且拯救过很多的人 但是这股力量 的真相是什么 没有人清楚 根据 根据以前的学者 留下来的书 有一种说法是 这种力量是 很久很久以前 住在圣地拉姆达的祖先 得自天空所赐予的力量 你就是传说中的勇者 比外传的还要年轻 啊勇者 欢迎来到圣地拉姆达 我是贝罗尼卡 还有谢娜的爸爸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家的天使 贝罗尼卡还有谢娜 一定能找到勇者的 他们两位接下来 就请您也多多关照了 嗯 好 好像该走的 该调查的 都调查完了吧 这个 这个 好像也开不了 这里好像也开过了 这里好像也开过了 还有两间房子没有进去 看一下吧 村长的房间 村长家得到了新的称号 Estroya 破坏者 已经破坏了 500个东西 哦 您就是勇者吗 形象跟传说中的勇者 不太一样 差相当多呢 脸长得就像女孩子一样 而且头发也比我更加的飘逸 哈哈哈哈 哇 总觉得让我好不甘心啊 哈哈哈哈 某个保障猎人的传言 第五章 我是无名的保障猎人 我是无名的保障猎人 在旅行途中 我救到了那位 倒在路旁的年轻人 原来是村里长的儿子 里长准备了两件礼物送给我 送给帮助了他的儿子的我和沙漠国度的医生 并且要我们选自己喜欢的拿走 你能不敢自信的是 里长所准备的物品中 有着闪耀着七彩光辉的美丽树枝 那就是我长年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七彩树枝啊 另一件东西则是发出蓝色光辉的小石头 据说在这颗魔法时呢 据说可以打开位于世界某个地方的旅行之门 然后带人通往新的世界 当然了我马上就选择 选择了七彩树枝 但是 让我助手的 让我 不对 当然了我想要马上去选择我要七彩树枝 但是阻止我的是 这段长久以来追求着七彩树枝的冒险生活 我的冒险生活阻止了我选择七彩树枝 是这样子吗 然后我终于发现了 我的心灵还没有得到满足 我一直我还想要继续的旅行下去 对于我自己而言最好的宝物是什么呢 于是 于是 我就将那颗闪耀着蓝光的魔法石 悄悄地放进了 我穿着破旧的上衣的口袋中 收下了七彩树枝的老医生 好像 到时希望你叫我真正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是 保障猎人铁奥铁 铁欧 原来就是主角的 算是养育的 祖父吧 铁欧 这位无名猎人 就是铁欧 这故事整个串联起来还蛮感人的 然后那个沙漠国度的老医生 看起来就是 沙马迪国的初代国王吗 圣者之悲 看起来就这样子 从这些书中得到故事的另外一面 这个游戏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也不错 天使的索马 宇露斯 传说建筑家 圣地拉姆达的贤者石像 是从前旅行世界的建筑师 他花了一辈子所打造出来的 这尊石像与勇者像是一对的 也就是夫妇像 不过这个说法 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流传出了 不太有人知道 希望各位在外出旅行时 一定要去看望一下 位在有古诺阿地方的勇者像 这样或许将能够得到他们两位的庇佑也不一定 我讨厌很辛苦的修行 希望能够尽量轻松的 因为我讨厌很困难的修行 很辛苦的修行 想要轻松一点 然后说到大家感谢 所以在学习恢复皱纹 如果我有像谢娜那样子的 资质的话 应该就不太需要学用功了吧 唉,真是让我好羡慕 我因为很崇拜佩洛妮卡 所以正在学习魔法 他操控火焰真的是很帅呢 然后就引起火灾嘛 村子里大概都谈过了 不知道晚上或者是白天有什么差别 看一下晚上好了 休息到晚上 嗯,讲话一样 好冷啊 在睡不着的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喝杯热的茶 就能相当的暖和身子 喝杯热茶 天气冷睡不着觉 就要喝杯热茶 暖暖身子就对了 讲的话一样 一样 看起来 晚上讲的话也都差不多吧 晚上这个近期森林会有什么呢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只有这个小女孩而已 看起来都差不多 哦 这个是记录的地方 既然都差不多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去找长老 然后就可以前往始祖森林了吧 那么这一次实况我看也差不多了 先到此为止 下一次正式去闯始祖森林吧 谢谢大家的欣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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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